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古语杰,今年九岁,来自槟城 我的演讲题目是,跟话习惯说再见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话习惯 比如我的朋友小绿,他的话习惯就是爱哭 我的哥哥的话习惯就是说谎 偷偷告诉你,我的妈妈的话习惯就是 骂人 我的话习惯有很多 老多喜欢玩电脑游戏,顶上父母 而我最想要说再见的话习惯就是 初心 你做的作业怎么这么初心呀 信不信我把它撕掉 我的妈妈又在闹着唠叨了 初心是我一个最大的毛病 又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每次的下定决心要改变初心的坏毛病 考的没有成功 因为初心,我每一次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 我记得在我二年级的时候 当老师把黄文试卷发下来之后 我赶快看了几眼题目 现中特别兴奋 哇,这次考试的题目真简单 我一定可以考一百分的 我只用了二十几分钟的时间 就把题目全部做完了 考试时间是一小时 虽然我还有三十几分钟的时间 但我都没有再检查一遍 就急匆匆的加进了 过了几天 事情发现来了 我还以为会得一百分 可是没有想到 我一看世界上的分数 只有八十二分 仔细看了世界上的错误 题目我都做出来了 不是这个字吹了一撇一树 就是那个字写的东倒西歪 回到家里 满满看的世界 有好气又好笑 当着家人的面 顺着了我一顿 像这样的例子 经常发生在我的身上 也让我很没有面子 所以我一定要改掉 虽然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十前十美的 但是如果你不赶紧 把你的坏习惯改掉 那么以后要改变 就来不及了 谢谢